你們支持公關 但為何要護士罷工呢? 因為如果我們不罷工的話 其他人我們感染了 但你預了你做 你發誓的時候 你進來做的時候 你發誓要照顧病人的嘛 是 我們要照顧病人 但當個 但你預了你做事 現在所有的嬰兒 一個護士看20個嬰兒 一些心施治療的嬰兒等著你們回去 你們竟然是麻木地看不到 不照顧嬰兒不照顧病人 不照顧病人 只有一個護士看20個嬰兒 你們不可以這樣做 你們太過無情了 你們太無情了 太過無量了 你們真的要馬上回去? 我是退休消防員來的 當我們救火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因為 喂 命令不對 我們不進去救火場救人的 不會的 裡面死了人了 我們救火的時候 裡面死了人了 你會不會走進去呀? 裡面死了人了 我們一樣要照進去呀 即是沒有防火 沒有任何裝備 你都會衝進去火場 你可以有這個要求 但你不可以馬上走人的嘛 我們就馬上走人了 你走了 你整班人都在這裏浪命了 我們從發覺之前 已經談判了好多次 談判你拿20幾個嬰兒 也都沒有20幾個嬰兒 在說話的時候 你不要趕著 嚴國勇要你回去做事 你不聽 你不聽 我無恥 你無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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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恥 你無恥 但是我們都要作出一個平衡 現在是打進一場很重要的仗 是因為這個疫症 可能可以拖垮香港 我亦都向那些譴責那些醫生護士 有人說一句 就是大家不要再互相譴責 互相指責 因為這樣不會令到那件事情更加好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不可以拖垮香港 真是 酷 剪判 而且 你無恥 在 好 這件事不不得了